投币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录一期 我休假一天出来玩耍的Vlog 我觉得我那些懒背景 坐在家里跟你们聊天的视频 你们肯定都已经看你了 所以今天带你们出来玩耍一天 那么我今天打算呢去酒庄去品酒 今晚呢我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松露大餐 那我也会跟大家探讨一下 松露大餐应该搭配什么葡萄酒吃的 跟着我出来玩一天吧 我们今天中午就来到这家法国田园餐厅吃饭 点的是罗兰百岳的Rose玫瑰气泡酒 绵密的气泡 以及有一些草莓杏仁的味道 点的第一道超经典的菜就是法国洋葱汤 上面覆盖着满满的芝士 还有法国面包 第二道我点的是烤鸮春肉 香槟里的气泡会激发更多的肉香味 炸的软壳馅不太推荐 吃完午饭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酒庄 酒庄呢叫做全化酒庄很有工业现代风格 庄主特别热爱绘画艺术品 我们一共会品鉴六款葡萄酒 在这里我推荐几款我最喜欢的给大家 第一款白葡萄酒叫做飘移 冰淡却充满柠檬跟花香的味道 最喜欢的就是这款火辣秃女王 充满里子跟黑胡椒的后味 饮完酒后松露晚宴等着我们啦 主厨已经马不停蹄的准备烤蔬菜 还有各种酱汁 朋友精心的准备了火腿片 有请我们的主角登场 黑松露 大部分都是意大利的Bororo 意大利菜搭配意大利酒 第一道菜是松露花椰菜舒芙蕾 入口即化直接上脑 第二道菜是南瓜内馅 意大利小方角配松露 南瓜的甜跟松露的鲜结合在一起 如果你是意大利面爱好者 你肯定超爱 今晚的葡萄酒我最喜欢的就是香槟 果然香槟就是百搭 和主厨说一声松露不够了 他就给你来上满满腻盘 这道菜虽然简单松露意大利米饭 可是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美味的 最后一道硬核菜品就是炖牛肉配意大利小米 牛肉经过八个小时的炖煮已经软烂融化在你的口中 最后一道菜甜点是我最喜欢的提拉米苏 好味啊 太香了 提拉米苏跟松露的搭配 昨晚的松露大餐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第一次可以这么任性吃松露 那喜欢跟Ivy出去玩这种Vlog呢 再上当空以后我出去玩就把你们都带上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关注专发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